好,我在這款手遊上面總計花了一萬八千三百三十塊台幣 嘿大家好,我是G多鞋 在去年9月我上傳這支影片 主要是跟大家聊說為什麼現在一堆手機遊戲的廣告 都要做得跟真正的遊玩畫面不一樣來欺騙觀眾 對,我就在講XX 但雖然說我討厭這廣告模式 但這款遊戲本身我倒是還滿喜歡的 不過因為這款遊戲真的是我第一次真的認真投入一款手遊 我是真的有長期在玩在儲值的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一路走來,身為一個課金 這算是微課而已吧 身為課金玩家,完整體驗完一款遊戲 到最後決定退坑的心路歷程 首先就來算一下 我玩這款遊戲前前後後到底投入多少錢在裡面吧 好,我在這款手遊上面 總計花了一萬八千三百三十塊台幣 對,但身為一位YouTuber的好處就是 當你幹了一件蠢事以後 把它拍成一部影片 就可以多少彌補一下筍資人了 那出於好奇心,我也做這張圖表 這是我從正式入坑以來課金的 金額對時間的關係圖 可以看到很明顯 前期投入的金額跟儲值的密度都很高 而到月後面就開始遞減了 這是我想談的一個現象 也就是手遊是怎麼一步步讓你入坑的 現在遊戲大多都主打免費下載、免費玩嘛 那賺錢靠的當然就是玩家的課金儲值 那除之手遊,其實就真的跟吸毒一樣喔 吸毒你吸越多 同樣劑量你就越沒Fu嘛 而手遊則是透過數據的設計 來達到一樣的效果 這種免費手遊一定都會有所謂的禮包 我把它分成三種 基本上它在前期的時候 一定會先給你一個所謂的入坑禮包 而這個入坑禮包它的回饋 給你的資源一直超爆多 CP值爆表的那一種 以這款遊戲來說好了 一開始就給你一個叫做成長禮包的東西 670元台幣 可以拿到45000個鑽石喔 這45000鑽石 如果你要去商店買的話 就要花大概2萬多塊 2萬多跟670 哪個划算根本不用算了吧 而且很賤的是 這種入坑禮包一定會有所謂的時間限制 註冊帳號14天之內沒買就錯過了 而且它鑽石也不是一次就給你喔 而是通過一定的章節後 才分批次的給你 所以入坑禮包 一方面用超高CP值來誘惑你 刻下第一筆單 一方面用現實創造急迫感 一方面用綁定分次給資源回饋 沒通關就不給 透過三方面夾殺 等於你買了 就註定被這款遊戲給綁住了 再來還有一種就是 必課禮包 就是那種 每一課你基本上就很難玩下去 很難推觀的禮包啦 以這遊戲來說就是 是月卡和犒賞令 月卡就是一樣你刻了以後 一個月內每天就固定給你多少資源 而犒賞令則是讓你在完成 每日例行性的任務後才能夠得到的 這種必課禮包 以CP值來講也算是很高的喔 而它同樣也是用 分批次給資源的方式來綁住你 還要求你一定要每日登入 解完日常之用才給 這樣它遊戲公司的 每日活躍玩家數據就會很漂亮嘛 那剩下的主要就是 單次禮包 通常會在突破某個大關卡之後突然出現 而這種則是採用現實購買的方式 利用急迫性來誘惑你買 所以再回過頭來看 第一種入坑禮包 就是結合了第二種必課禮包 和第三種單次禮包的公式 可以說是坑中之坑啊 那手遊課金大家都知道 其實就是利用沉默成本的心理 你前面投入越多 後面就越難割捨 畢竟誰都不希望 投入的時間金錢白白浪費嘛 但是前期你的投入對報酬 那個CP值是很高的 到後來就是越來越遞減 你要得到同樣的報酬 就得投入更多 而當需要投入的金額 高到一個人能夠復恨的程度之後呢 刻不下去你就會卡關 卡關久就會萌生退役了 而且當我意識到 我花這麼多錢 這些錢我等於每個月 都可以買一款3A大作來玩的時候 我就正式決定退坑啦 好我知道看到這裡 可能有人會說 你看你這不是花錢找罪售嗎 花一大筆錢 到最後什麼都沒得到 根本毫無意義 對說的沒錯 而且其實說到底啦 如果我們只看前因後果的話 那絕大多數的電玩遊戲 都是毫無意義的不是嗎 電玩遊戲如果只看前後 不論過程的話 那本質上就是追求 數字的增長而已 比如Cookie Clicker這款遊戲 它就點一下餅乾 你就得到一塊餅乾 再來呢你就可以用餅乾 來換取自動點擊的功能 然後又存錢換阿嬤幫你做餅乾 等等的 遊戲也沒有什麼目的 就是讓餅乾數一直增加 就很爽這樣 幾乎所有遊戲啦 不論過程的話 本質上就是在追求 某種點數的增長而已 所以玩電玩遊戲的重點是什麼 為什麼會讓人想玩遊戲 當然就是體驗的那個過程嘛 所以可以說 所有花錢買一款遊戲 或是課金玩一款遊戲的人呢 本質上就是花錢買一個體驗這樣 玩RPG 只論結果的話就是 角色的數值不斷升高 最後比大王高就算贏了 但重點根本不是結果 而是中間體驗那個角色的冒險過程吧 或是像音樂遊戲 只論結果的話就是 比誰得分高這樣子 但實際上大家玩這類型遊戲 主要還是喜歡那種 跟著節奏操作的快感吧 就算是競技類 比如格鬥遊戲 只論結果的話就是 誰能先把對方的血量 扣完誰就贏了嘛 但玩格鬥遊戲的重點 還是那種 對於操作技術進步的感覺 還有遊戲設計的 打擊感的爽快 那才是玩於格鬥遊戲的重點對吧 所以其實以一款手遊來說 你說真的要帶給你 比大型遊戲好的體驗 事實上絕大多數手遊都做不到啦 而偷的金錢卻有可能比較高 這個對價感理論上應該是很低的 那為什麼還有人要玩呢 其中一個很大的因素就是時間了 老實說在結婚之前 除了做影片的時間之外 我大概有八成時間都在打電玩吧 幾乎都是玩那種 要花連續很長的一段時間 才能夠獲得良好體驗的遊戲 例如大型RPG 模擬經營類的遊戲 但成立家庭後 就像成立公司 業務量開始變大以後 說真的能玩遊戲的時間 真的變得很少很少 這應該也是很多人 入坑手遊的一大原因吧 並不是我們不想要有 更精緻更好的遊戲體驗 而是那種體驗 大多數情況都需要你花一塊 很長的時間 有時候我真的很懷念那種 延續玩十幾個小時遊戲的感覺 這時候手遊雖然說沒辦法 真的提供多好的遊戲體驗 但它的隨手可玩 甚至你花個一分鐘 點一下自動對戰 就可以算是再玩的這種特性 相較之下就變成一種選擇了 不過 縱上所述 我想經過這次完整體驗了 課金玩手遊是什麼感覺 這是經驗之後呢 我以後玩手遊可能寧願選擇 一次性付費 品質比較好的遊戲 或乾脆就帶Switch來玩好了啦 雖然說我的動森買了五天 還沒開封就是了 好 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的一些 手遊課金的心得啦 這也是我第一次課金手遊 那如果說你也是手遊的重度玩家 你也課過很多錢的話呢 可以在下面跟我們留言一下 課金的過程當中 玩這種遊戲的過程當中 你心裡的感覺是怎樣的 那最後呢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按個讚 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按下小鈴鐺 最後呢 一目撒狂的別忘囉 我們下次再見啦 Bye Bye